就是凝按下按钮 本来是什么请按按钮 按下去就变凝按按钮 那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说你在这边再加一个booling booling的话就是你有按的话跟没按 你可以切来切去 有没有 所以你可以按第一次 或者是你加一个count count也可以怎么样 变成按几次 你按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 我想这个Java应该都有上过 只是说你们需要了解的应该是 那个enjoy的这个 元件的使用方法 它的类别的使用方法 那一般我把画面上面的统称 视觉上面都叫元件 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是类别 OK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说这个设计的方式的话 首先你的画面上面 在这个专案建立之后的话 第一个就是Layout Layout它会自动帮我们建立 一个名称叫做AcquityMan 那AcquityMan就是主要的 第一个页面 当然将来如果说 你们会有多页面的话 你可以自己在Layout上面按右键 右键之后呢可以新建 有没有新建什么 新建你的那个就是Android的XML的File 就是说你可以再新建很多页啦 反正很多页 你就可以有点像切页面的方式的话 那预设的话它会有一个 这个这个里面的相关的 这个第一个要注意的就是说 我们的这个版 这个叫做Layer 就是Layer 它预设的Layer 就是版面配置 是用Relative 那所谓Relative就相对的 也就是说呢 你这个地方把那个元件拖拉过来的 它的相对应的距离 你可以对应的到是哪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它有个对齐谁啦 相对的位置 你可以对齐上面按钮 或者对齐这个外面的Layer 这条线等等的 那它就会利用什么呢 利用这个相对的关系 去做调整位置的动作 OK 第一个 那第二个是我们 要增加那个相关的VG 特别注意就是从这边来找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所有的相关的元件 通通都在中间的 是一个 我们给它叫什么呢 工具箱也好了 反正就是说相关的元件 或者叫元件库也可以 通通在这里 那它的切换方式 特别注意就是说 你可以去点选 比如说你要找的是 有关文字方面的 叫Test Fill 有没有就文字方块方面就放这里 Layout的话就在这里 比如说你要 再增加其他的版型在这里 还有什么Composize 相关的一个Composize 比较常用像ListView 有没有 就是等于是一个清单 还有Greview等等的这些都 那也就是后面我们 要讲的就是说 如何利用这些元件 帮我们设计出 我们要产生的一个效果 OK 所以今天第一个 就是利用FoneVG 里面的这个来做效果 当然你可以去做 这边按右键 其实你也可以更改 早期我蛮喜欢用什么 Show 它预设是 这个叫Show Small Small Previews 那我之前习惯把它改成 Show Icon and Test 因为Icon and Test 很清楚嘛 它这边有个小Icon 加一个Test 那这样的话就很一目了然 不过预设 有时候预设是这个 就用预设好了 有些时候我上课的时候 我把它切成这样 那些同学说 老师为什么我长的 跟你的不一样 其实我是切换 那这个个人习惯不一样 所以我后来我就都没有切了 我怕说有些同学 只要一点点不一样 他就觉得好像怪怪的 浑身不对劲 不过就把它切 用这个方式 那你会发现这个其实就是 大中小的字 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你只要注意 第一个就是你的元件库 你要放什么样的元件 第二个拖拉过来之后的话 你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上面显示的名称叫什么 所以一般的话 我们会用AdTest AdTest来做 所以上面会出现什么 请按按钮 不过特别注意 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发现 就是说你把它拖拉过来之后 它会有那个警告 就是说这边有一个什么呢 这边有个惊叹号 这边有个惊叹号 那实际上 这个为什么会有惊叹号 因为在那个Android的界面开发上面 他不希望说你直接在上面打字 而是你要把什么字串 比如请按钮 这个字串之源 是把它放在哪里呢 放在这个所谓的Values 这边Value下面有个叫Values Values里面 你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之后的话 就会有什么呢 就会有那个所谓的一个叫Stream Streams的这个 XML 的一个档案 那这个档案是什么呢 他会希望说你先把 要产生的字串 先写在Streams 然后呢 再用什么ID的方式去连接过去 那你想说干嘛这么麻烦 你先打上去好了吗 他这个很聪明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部分如果拿来做多国语系 就非常棒 为什么 因为呢 如果你把所有字串之源档 集中在一起 那你比如说你中文一个Stream 然后日文 韩文 简体 英文 都一个字串之源 对不对 那以后他只要侦测什么 侦测你现在是哪个 语系 就秀 哪个语系的那个画面出来 不就搞定了 所以这个部分导致还蛮棒的 因为以前要做多个语系真的很麻烦 但是呢 在Enjoy App开发上面 这个部分 真的非常简单 那后续我想我们再来了解 不过我先跟各位说明一下 有惊叹号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他希望你把你的字串放这里 而不是放在上面 OK 不过练习 先第一步先这样子 好 那再来的话更改什么 按右键 先更改Tester 再更改你的ID 那ID特别注意 就是说我这边把它改成叫T01 底下叫B01 这个名称当然不是固定 你可以自己 不过暂时你就先用我的名称好了 T的话指的是Text View B的话指的是Button 然后最后记得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呢 请务必要做Safe 因为如果你没有Safe的话 像刚刚 你在Run就会错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没有Safe 他不会帮你注册 什么叫注册 就是说呢 你假如没有按Safe的话 他不会把这个ID 有没有 T01跟B01 写入到哪里呢 写入到我们的 这个自串支援档里 这个这个里面 有一个资料夹 叫做Geno 这个我想书里面应该有 有相关的说明 就是Geno的这个 打开来有没有 这边就会有一个 也是一个套件 套件里面有个R 也就是说 这个R有点像什么 自串支援档的 登录档 所谓登录档 就是说 你没有登记在里面 将来就找不到 这一个ID了 所以如果你没有登记 很抱歉 你在写程式的时候 你就找不到B01 这个东西了 也找不到T01 所以 特别注意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 打开来看一下 里面基本上就有登记 T01跟B01 它是怎么登记 它是登记成一个ID 一个16进位置的一个名称 不过特别注意 你没事 你也不要随便去打开它 甚至更改它 你在这里面 你会发现它 自串支援 你Safe过之后 就会多这两行 但是如果你没有Safe 就不会多这两行 好 你现在想说 你自己可以打上去 千万不要 因为这个是自动产生的 好 你怎么知道它 它会怎么样编号 其实这个编号 规则我们也不知道 所以 你只要知道 原来有这个字串支援档存在就可以 所以它会帮我把B01 改成这个字 所以对应到的ID 就是这个ID 好 然后T01是这个ID OK大概是这样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产生一个UI界面的部分 所以UI界面的部分 大概就是完成 当然将来你还可以再加其他的 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Layout上面 预设是Relative Relative是相对 不过有时候Relative很难布局 所以我通常我的习惯是这样 我会把它Change Layout 就是你们在刚开始练习的时候 建议可以改成这个 叫做Linear Layout 而且是Vertical 就是向下的 垂直的 有些它布局的方法就是线性的 线性的意思就是说 它只能够向下 你改了之后 它就会自动帮你 你将来放的位置 就只能够循序 而不能够怎么样 比如说像这边 它应该已经改了 就是说 你只能怎么样 放在它的下面 如果你再放的话 比如说你今天还要再放一个按钮 你就不能够 你假如要放到旁边 放开 它会自动怎么样 放到下面来 那你想说 要再放旁边可不可以 还是不行 它会怎么样 再放下面 就是它是一个线性的 只能够一直往下 但是你想说 老师 那我如果要把它摆在 右边的话 怎么办 很简单嘛 你就在Linear layer 里面 再放一个Linear layer 放横向的 再把它拖进去 可不可以 可以啊 所以后面我们有 sample 是做模拟电话按钮 电话的按钮 不是有一排有三个 就可以用这种方式 或者是你可以做一个 鼓励啊 就是表格嘛 跟做那个网页很像 反正就版型 这个就版型 其实基本上 跟网页的概念 基本上很类似 好了 之后的话呢 再来我们就是 等一下再来看 那个程式 UI界面大概就是 会有这些重点 所以往后 各位要布局的话 就注意这些细节 那等一下再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程式要如何撰写 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先把这个部分 先完成